酷吏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的第六十二篇 为列传 技术以酷刑菌法为统治工具 以凶狠残暴著称的十几个官吏的史诗 特别对汉武帝时期的十几个酷吏 即宁城 猪羊游 赵瑜 张汤 义纵 王温书 尹齐 杨仆 简轩 杜舟等 做了集中而概括的描写 汉武帝用酷吏 打击豪强 抑制生骨 惩治贵妻坚力 以加强中央集权 剧烈财富 应付其挥霍和对外战争的需要 这样做的结果固然能强化皇权 保持国家的统一 但是酷吏的严刑菌法和残酷杀戮 也是各阶层的人们 特别是普通百姓 遭受意想不到的灾难 无辜被杀 冤语恒生 社会不宁 出现了法令滋章 盗贼滋起的局面 此传中的十几个酷吏 都是汉武帝时期的人物 这是直接讽刺汉武帝重用酷吏 认其肆虐为害的石壁 司马迁反对酷吏 畅言不能以此为榜样 其反对苛政虐民的思想 完全深誉于此传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